你自齐年 身为数字 竟然私自修炼 你悲伴了足轨 此致 我要破了你的修为 把你独头亲家 凭什么 就因为我是数字 就虽我丹田 被我周围 这不公平 狗属 你是第一件之人 有什么资格索要公平 是数字 武中之气 手足之气 这都不存在了吗 放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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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尽一生 也想跟我 还少从前身 只能是看你 你才尽 错 一切都错了 你生性懦弱 撞死癫狂 会是个下贱 胖子 生下的剑种 今天 我就算是不破了你的修为 没有我亲家的庇护 你就是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 受尽其辱 只辞之疯 我是疯了 不然也不会这么多年 对我冷言冷语 朱斑贤气 你是因为我觉得做得不够好 那么努力修炼 只是为了得到你的一句赞扬 你却在心底里厌恶我 什么数字不能修炼 只是因为贤气我娘 是婢女出身 有了你亲家的颜面 你不就是这样 当我们爱人的人吗 别臭 你找死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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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死有余辜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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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秦家当牛座吗 是你当初逼迫他生下了我 到底是谁死有余辜 真是可教至极 是位秦家的家族 我说你是我的儿子 你便是我的儿子 我说你是个畜生 你也给我秦家 当看门狗都不配 好 秦月今日就以命其事 秦月山断绝父子关系 从今日起 我因为 许你 放肆 他对父亲不敬 对秦家不敬 小弟 你如此忤逆 手段是娶你的命也无可厚非 这可悲之命 有耀眼吗 你本身 硬要想你 你一同门说话 那就别怪当哥哥的心狠了 母后 身本同门 赶出即可 贴地赶进大学 贪败老祖 既然老祖都说话了 就把这个畜生扔到郊外去 让他自生自灭 好浓郁的神魔血 没想到我白天寒 普行人间数百年 终于找到了合适的传人 跑哪儿去 好快 这速度已经超过了全力的秦元山 秦元山作为银月经九星 在云海城已经屈指可输 那这位 臭小子 这桶里的药草 你可知道 我收藏了多少年 你敢浪费一滴 我饶不了你 别杀我 这是药玉 放心吧 你看看你 断了的断臂断腿 还有破碎的丹田 有没有一些变化呀 手脚现在都恢复了 丹田的修尾也恢复了 居然连金脉也爆炸了不少 我 你小子 可愿拜我为师啊 这位的修尾 恐怕已经到达了湛宗庆 除了秦家老祖以外 就只有云海城的城主 是湛宗庆相扯 我愿意 我愿意 好 从今日开始 你就是我白天寒的徒弟 希望你的神魔血脉 不要让我失望 神魔血脉 血脉分为 繁锦 鬼锦 魔锦 王锦 地锦 荒锦 神锦 但凡君对王锦已上场 必将大有一般作为 九龙王锦 至尊现世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 神级天赋血脉 九龙至尊神体 九龙至尊神体 是什么等级的血脉 你小子 可真是命好 想当初 为师觉醒王级血脉 被神魔神尊 称为天才圣女 没想到 你觉醒了神级血脉 什么 千年以来 凡是觉醒神级血脉之人 无一不是绝世之高 九龙至尊神体血脉 更为特殊 倘若 你能够 将你体内的九龙全部觉醒 那岂不是 天下无敌 没想到我的徒弟 不仅有举世无双的血脉 连男人的本色 也不小啊 我 匹智觉醒 伴有催情的功效 这是 正常本 师父 我 师父 我的徒儿 这么快就不想 尊师中道了吗 师父 对不起了 我 不中了 和这臭小子双修之后 我的境界竟然有些松动 怎么了 昨晚还如狼似虎的 今天就在为师面前装正人君子了 师父 我昨天真不是故意的 我宣脉觉醒之后 就变得浑身十分躁着 你这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但你竟然恢复了 屈脉也变得十分冷酷 这不都得多亏了 为师和你双修啊 师父 之后 我还是自己修炼完 真是年少不知芳妃好 也罢 你现在修为还太低 双修多的话 你身体也扛不住 为师今日 暂且放你一满 这本炼体神功 你好好拿着 好好学 带你身体恢复 方可去清零学院修行 等待时机成熟 为师自然会与你再相见 没想到我堂堂神魔宗圣女 人生第一次 居然给了这个小子 我死了 修炼送了军事之星的数倍 和师父双修之后 修为竟然已经达到了战士级四星 连神魔血脉 也达到了初级九重天 清零学院资源丰富 能让我早日突破 为母亲报仇 清恨好像也在清零学院 正好送一份大礼 兄弟 你也是来加入清零学院的 哦 你是 我是 天赋异禀 玉树临风 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潇洒无敌歌 七星战士 就是我了 我看你很有演员 不如以后 你就跟歌婚 保你吃香的和辣的 好名字 我叫徐年 以后还请无敌兄 多多关心 真是他呀 他估计跟好多人 都这么说了 去去去 别瞎说 哎呦 这不是秦年吗 王思雨 原来你这个废物 还记得我这个未婚妻啊 哦 不对 应该是前未婚妻了 毕竟 我现在已经和秦家旁戚中最强的天才 秦田 定了婚约了 我才离开几天呢 你就如此破不天 笑话 你一个被费了修为 打断了手脚 被丢到了荒郊眼里的野狗 也配浪费我的心穿 你以为你还是秦家三少爷呢 以前没看穿 你是这么唯利是 见风使顿 那 看来你以前说喜欢我 都是假的 你以为呢 如果你不是秦家三少爷 我凭什么看上你呢 那些你以为的浓情蜜意 也不是我给你的一场戏吧 那就祝你们百年好 毕竟像你这样的人 也就只有秦田那种货子 看得上 你们还真是天生一对 什么 你个野狗 百说我和思雨啊 秦田来了 他可是五星巅峰战士的修为 在秦家 除了秦田和秦横 再无人能敌了 丧家之权 怕是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秦家庞喜第一天才 可不是谁人都能叫的 这个实力 就算放眼整个云海云 那也是不弱的 你现在立马跪下 跟我和思雨道歉 我可以考虑 饶你一条狗 我要是不说 那你就别想活着离开 死吧 死吧 秦田 学员禁止私自斗欧 围着院贵出发 他一个连丹田都碎了的废物 这辈子都进不了我们学院 又怎么算得上私自斗欧 怎么可能 你的修为竟然恢复了 但可即便如此 你四星战士的修为 怎么可能打得过我 如今我神魔血脉已经出击九十天 星辰静下再无敌手 像你这样的蝼蚁 在秦家待久了 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 今日 我不杀你 我秦田 事不为人 秦田全 是战剑 秦田竟然修炼了秦江战剑 就算是地线战剑 一足以超于一两个境界 打败对手 这就要变成肉泥了 这怎么可能 秦田哥难道不是因为亲笔书的 你敢动我 不过是一个剑壁生下来的剑 马鸡 小鸡 你嘴太不敢情 现在这样的下 已经是对你最好 我仅用了一折 我让秦家的庞弃天才这么 还真是 秦田 没想到你的修为已经恢复了 还变得这么厉害 哎呀 你怎么都不告诉我呢 其实我的心里 一直都是有你的 心里有我 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还有 我现在叫徐年 徐年 还真是久仰大名啊 徐年 还真是久仰大名啊 是欧阳天兰 你几星星就已经达到九星战士修为 无愧是宇州城 欧阳家的第二天 我想起来了 今天是欧阳天兰的手下 他肯定是找着想算账的 走 这个人不是你能惹得起的 废了东西 打狗还得看主人 你动他 是在向我挑衅吗 我都不认识你 为什么要想挑衅你 你不认识吗 我不认识的人多了 无知 谁不知道我们家大少爷 欧阳成风 二少爷欧阳天兰 是这欧阳家的双子之星 放在这全城 也是数一数二的人物 怪不得敢在这闹事 原来 是有眼无珠啊 等一笑 咱有话好好说 马上就是血脉测试仪式了 一会儿院里长老要是来了 事情就到了 怪不得这么笑 原来还有个七星战士做方式 但就算你们两个人一起上 有能耐我何呢 吴弟兄 已经帮了我了次了 没有必要把自己打击了 没事 我是学员弟子 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 你快走啊 今天谁都别想走 能接下我这一场 还算有点实力 这就是欧阳双子星的实力嘛 如果这点水平 都要让我记得你的名字的话 那我不是要把天下人的祖谱 都背下来吗 敢这么跟二少爷说话 他不想活了你 以为接下我这一场 自己就天下无敌了吗 看来秦家的看不上的人 并不完全是因为你母亲低贱的血涂 一个低贱肮脏身份卑微的婢女 生下一个目中无人 心比天高的废物 就这点实力 如此你只配跪在地上 这世上 还没有人能让我跪在地上 恐望至极 嗯 糟了 张老 张老 你禁止私下到欧不知道吗 马上就是血脉天赋测试一事 派我马上到广场集合 欧阳天兰 张老还在呢 徐年 你给我等着 今天的事 你我看就别等了 马上就是血脉天赋的测试 不如我们就来赌点那 你敢 跟我比血脉天赋 我没听错 谁不知道我们二少爷天资卓越 定是王纪以上的天赋 放眼整个云海城 也是属一属二的人 就是 这小子是不是疯了 这不是把人家兜的些身脖子吗 是 既然这样 那就算是你答应 今天在场的诸位都是见证 你如果输了的话 就要跪下来 给我吴弟兄和母亲道歉 一定会输的赌局 还跟不中他 好 如果你输了 就自断手脚筋脉 滚出云海城 徐年兄弟 我觉得还是要慎重 吴弟兄只管等着 我一定让他跪下来磕头道歉 有 魔级血脉 竟然是魔级血脉 虽然不及王级 但如果是我 我也相当之足了 那是自然 魔级在学院中啊 已经算是强者了 这王级以上的天赋 别说在咱们学院 乃至整个云海城 那都是凤毛领奖的 下一位 欧阳天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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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愧是欧阳天了 如此看来 叫徐年的小子 还比什么呀 完全是没有胜算啊 测试时的赤城黄绿 青蓝紫七色 对应血脉等级 绿色的王级血脉 都是凤毛麟角 青色以上 更是百年未见 没事 没事 我有把握 虽然师父说 我是神级血脉 但是现在 羽衣未满的情况下 还是低调未妙 牙齿血脉之力 应该可以降低测试的 上一位 于您 这段手脚不方便的话 我可以帮您 就是这小子 还要跟欧阳天兰 比血脉天赋 人家都是王级血脉啊 他还有什么心情 在这儿笑 阿成是吓傻的呗 他区区一个 四星战士修文 这诡计 恐怕已经是顶天了 简直是皮肤汗术 嘴巴不干净 就去刷刷 当个勾腿子 就这么起劲啊 许年 危机 我就知道这小子 高不到哪去 没想到 这么废物 本以为能和我 过上几招的人 总会有个磨叽血 没想到 我还是高估了你啊 哈哈哈哈 下去 垃圾下去 下去 垃圾下去 下去 下去 你我的赌云 大家有目共睹 自断手脚心脉 滚出云海城 我放你一条狗命 那我恐怕要让你失望 这九天 可少日月辉 不可复许年 就算是磨叽血脉 在我面前 你和蝼蚁没什么区别 这边 绿子 王几血脉 王几 这 这怎么可能 变子还在变 还在变 还在变 可能 你这个河几 怎么可能和我一样 是王几血脉 王几血脉 你说的对 我怎么可能 跟你这种人 一样的血脉 地级 是地级血脉 这是放眼整个云海城 百年难得其余的 第一级血脉 许年兄弟 妞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一定是测试时 出现问题了 许年 第 第一级 我要通知学院院长 欧阳天兰 输了 是时候该对线统约了 之前说你输了 就要跪下来磕头 你给我兄弟 帮我请道歉 笑话 我堂堂 你堂堂欧阳家的天才 九星战士秀 整个学院上下人尽尽尽 该不会想做个赖皮稿 翻两个人账 小子 俺是不要做个赖皮稿 你侮辱我兄弟和母亲的事 怎么不要这么想 诸位 大家都见证了 我和欧阳天兰的赌约 如今他选翻脸不认账 看来欧阳家的天才 不仅体现在羞维和血脉 就连脸皮厚 也是以一笔石 还真是没想到 这欧阳天兰 是这么个输不起的人 就是 确实是人家地级天赋 平了 我刚才还有点瞧不起去年 但我现在是真的心服口服 不像这有些人耗面子 当众赖账 他就都别说了 闭嘴 年哥 得饶人处且饶人 这欧阳天兰确实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他的大哥欧阳成风 可是欧阳家这一代的顶级天才 地级天赋的战将剑高手 欧阳成风 双子现在另一位 没错 今天这小子已经够丢脸了 要是再步步紧逼 得罪死了欧阳家 总归是个不小的麻烦呢 二少爷 这小子就是小人得志 您别生气二少爷 天兰子生 没有说过如此 我一定让你生不如死 修炼者星辰异性 修炼也突破到了流星战士 年哥 年哥 快跟我走 这么着急干什么 干什么 天资榜第三的天海城第一大美女 现在就在藏剑阁 去晚了几都集不进去 什么美女 我不敢进去 不 你敢兴趣 此女只应天上游 相信你兄弟的眼光 走吧你 走 你慢点 让一让 让一让 你看 怎么样 太直了吧 是她 你要说这玉佩 是留给儿媳的 这找儿媳 可没打猎那天 站住 快追 救 救 救 在那边 站住 救救 不要 祖国爺 离了 天花 以后 像警원�者 我们的工作室 当 produção要 ikke 她是首先 我们的劲,公室 不能在我下了 姑娘 这可是您主动吧 就说咱这眼光怎么样 虽然年哥你这眼睛都看直了 但我还是得告诉你 别想了 什么意思 这慕容雪已经有心上人了 所以啊 咱都没戏 雪儿妹妹 原来你在这儿啊 终于出现了情恶 二哥 这就是功法吗 可是 父亲说不让数字修炼功法 臭小子 想什么呢 父亲其实很重视你的 所以才特意批准你修炼 只不过 碍于足归 这事不能明说 知道吗 真的吗 当然 你只要偷偷修炼功法 努力变强 未来 你能让你的母亲过得更好 是不是 好 谢谢二哥 雪儿妹妹在看战法吗 我帮你挑 情恶 凭教我孟龙雪 我们没有那么熟 雪儿妹妹说笑了 你我父亲已是弑教 教你雪儿妹妹 那是自然的 据说你这二哥 前阵子突破了一星战场 在学院的名气也是 哎 年哥 干嘛 我等你 看不出来人家不愿意搭理你 还死皮赖脸呆在这儿 秦家的家教就是如此 谁 这个人 怎么感觉如此熟悉 秦年 我的好弟弟 我真没想到 你还能狗活到 和来和我叫板的一边 谁是你弟 你还要不要脸 我现在叫徐年 和秦家已经没有半点瓜葛了 况且你的所措所为 我为人兄 秦恒秦年 难道他们俩是兄弟吗 之前秦家有个被打断手脚丢出去的数字 就是秦年 听说不是被废的修为了吗 对啊 当初我好心教你修炼 希望你成才 没想到你却对族中的丫鬟起了胆心 以修为差距强迫他 害得人家跳起自杀 以尸两命 这样的事情 当兄长的我怎么能不管 怎么能看你一错再错 什么 你这简直就是畜生 装得这么狗样的 他是会做出这种事情的人吗 看着一身气度 不可能 不可以 我知道你恨我 但你非但不悔过 还当政府逆父亲 违反足规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 总不能让你 仗着秦家的地位和修为 为非作歹吧 所以 才断你四肢 废你修为 将你逐出家门啊 真是好一手贼喊捉贼人 当初明明是你强迫丫鬟 让我发现之后 开始了你的设计 又骗我修炼秘籍 转身就向父亲告了我黑状 叫我的修为被废 接着我被激奴 给我扣上五匿的名号 让我四肢被废 当时要不是秦家老祖子 我就死在你的手上 放死 胡说 狼心狗肺 不顾少祖 别说作为兄长 我看你此事 枉为人 许年 没想到你现在仍然不知悔改 还当众污蔑于我 亲密 我就替父亲好好教育教育你 让你知道 什么叫人间正道 好啊 那我们介绍个宽敞的地方 比诗 他疯了吧 敢和一心战折打 虽然这几天他刚突破了刺刑 但也不可能是秦恒的对手啊 就是 我看许年狂妄自大 肯定吃不了多着走 战时对战者 年哥这不会需要夸击战斗吧 莉莉 好不容易捡回一条狗命了 还不知道好好珍惜 最后怕不是要落得 和你那剑帝的母亲一样下场 要不是学院禁止 你现在已经下小龙女 道歉了 这一阵子不见 修为不知道 你这说大话的本事 倒是长了不少 这就是一星战则的实力 恐怖如斯啊 许年恐怕连一招都难以接下 做出那些恶事 被打死都惹不该 弟弟 别说当哥哥的欺负 只要你喊上那声二哥 我就让你三招又合法了 拜 用不了三招 其实好想 六星战士怎么可能 我年哥不愧是 地级血脉的怪物 等短几天 就跨越两个星级 六星战士又如何 比起一星战者 才是毫无还手之力 被废修为之后 还能重新修炼到如此境界 一定是新兴坚毅之 日后必能成为一方豪杰 这小子也配选如此高的评价 我不会再给修炼下去的机会了 是您 这不愧是张狂 你再加 中品的功法 奔利长 这权力一级别装是六星战士 就算是八星 还上一掌 也是非死即生啊 年哥是要在战斗中突破境界吗 就是出了差错 筋脉寸断 修为可就彻底的毁了呀 你这次到了七星战士又如何 今天就要再次打死你的单品 凭借六星战士修为 暴走一星战者 年哥 不愧是你 怎么可能 要干什么 我是你二哥 二哥 一个字 我们可是兄弟 当初你飞我手脚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兄弟之情 这家伙真是价值 这就是一眼还眼 一眼还眼 当初你飞我手脚 现在我都还给你 你要是再不出事 其他的 信书还上 当时是我一时兴起 瞧见了府里的丫鬟 看着被一时了解 求情自杀 我才逼迫训练修炼 向父亲检举 我就说我年哥 怎么可能做那种事 栽赃陷害的小人 还贼喊拖贼 真是没想到 情恒尽是这种小人 真是人品配不上修为 这不就是一个会移动的垃圾吗 真是一个令人恶心的渣子 还落在这个下场也是活该 有傲气也有分寸 坚毅且果断 徐明绝对不是平凡之美 年哥 年哥 我去年哥 你彻底成为咱学院名人了 火了 什么火了 当然是你以六星战士修为 暴揍清狠一星战者的事啊 加上你的地级天赋 现在彻底成在学院新人房了 那也比不上七星战士 即将九星战将 无敌胳膊 你看你说的 我哪能跟年哥你比啊 不过我还以听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我来是想邀请你 加入我们战队 和我们一起去执行任务 为什么找我 首先是你的地级天赋 几次虽然修为差了一些 但是你所展现的狠进和心智 却是最合适的人选 但任务可能很危险 不知道你还敢不敢去 不用急降法 我答应你加入 什么时候出发 三天之后 学院门口集合 此前 情恒和欧阳天兰的战法 便是弥补两个星级左右的 修为差距 足以见得 战绝功法 对于修行者的重要 凌峰十三件 十分不错 不过 这丹海重青莲 可是本残卷啊 还标价一千贡献点 你当真要对话 我看藏经阁 将其标注为 天极功法残卷 还能提升灵修速度 想着 赌一赌 也没什么坏处 刘鹤 这不是传说中的 新人王吗 诚哥跟你说话 你没听见啊 不光是笼子 还是个傻子 居然选了千百年 都无人练成的 丹海重青莲 呸 简直痴心妄想 我诚哥当初都失败了 还差点走火入魔 不会说话 就给我闭嘴 是 师弟 师兄是过来人 劝你 还是别选这个功法 浪费积分不说 还可能害了自己 我就试试 不听师兄言 失窥在眼前 多谢师兄好意 站住 新人王就是傲气 没道德 不尊敬师兄 果真是有娘生 没娘养啊 你 你要干什么 我告诉你啊 敢动我 我让你在学院里 吃不了都是走 你 走 诚哥 这小子要杀了我 我要是想杀你 你早就此一百会了 许年 打狗还得看主人呢 这么做 别未免太不给师兄面子了 那不长脑子的主人 该的 这是你自找的 陈哥 唐叔哥不可挑衅生势 若有再犯主 一律按怨规处置 许年 你有种 既然你不敢站 那我就跟你打个赌 你要是修炼不了 丹海重青莲 你就得给我小李 过一下道歉 年哥年哥 敢跟我年哥打赌 说定了 我年哥可是千年难得的人才 修炼个小小功夫 还不是手道勤来吗 什么手法 年哥你放心 我已经观察很久了 今天一定替你出这口气 我年哥要是修炼成功 那你就得在学院绕上一圈 边走边喊 自己是废物 我年哥是天才 你敢吗 我就试试 我也不一定能修炼成功 年哥你看 你又低调 还有你修炼不了的战阶 低级血脉天赋 开玩笑了 我 就 好 既然是天才 那就玩大点 如果他许年三个时辰之内 修炼不了 就得跪下道歉 并且高喊自己是废物 如何呀 我就这么随口一说 不会有人当真了吧 这事害怕了 害怕就趁早承认自己是废物 学两声狗叫 或许我还能放你一发 刚才好像有人说 陆辰修炼不了 你们认识吗 我辰哥谁不认识啊 你知道什么呀 那是我辰哥不想练 要不然他练成了 还有你什么事啊 我说什么 没有我的同意 你想去哪啊 我想走 谁敢帮我 你听到谁 他说五三百时辰之后 我听到谁 真是一位 我听到自己 不是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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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曾经 这是什么什么 塔玲 没想到真的练成了大海中心燕 我们只有零缩十三剑 没看完有小长 难道这些小事 是使谁能许我先娜了呢 几生几生战士兄弟 你该犯罚了 慕容妹妹 这徐年师弟毕竟是个新人 面对这种危险的任务 不敢来 也是正常的 他会来的 不好意思啊 各位师姐师兄 久等了 林峰哥 这位就是徐年 早有耳闻 徐年师弟 是除了欧阳成风之外 百年来的第二个地级天赋 前不久 还以六星战士 击备了一星战争 可谓是一战成名啊 师兄没有咱了 徐年师弟 没想到这么快又见面了 虽然你的修位有些低 但是还是欢迎你 加入我们风雪战队了 多谢陆陈师兄 我是副队长余峰 我们这次实行的是 玄机下品任务 一旦完成 每人五千贡献点 但是任务难度 也可想而知 我们可没心思照顾你这个废物 你要是自己丢了小命 可别怪我没提醒你 多谢师兄提醒 好了好了 时间差不多了 咱们赶快出发吧 徐年 好好享受 你准备得好戏吧 时间已经不早了 我们就暂时在这里过夜吧 所以林秀 这次的任务到底是 偷地龙弹 地龙 星辰镜巅峰级别的妖兽 虽然体内只有一丝龙族血脉 但是实力 却比一般的星辰镜巅峰强者 还要可怕 所以 地龙弹 自然算得上是宝贝了 没想到这些人 竟然敢打地龙 师弟莫不是害怕了 现在退出也来得及 他究竟还记不记得当年的事 徐年 你在看什么 看你胸前的玉佩 你 平方 你干什么 徐年师弟 直直盯着慕容妹妹的胸前 问你有些不太礼貌吧 没错 我也看到了 这小子脑子里 刚才指不定有什么 龌龊的想法 你们胡说八道什么 他只是在看玉佩 有问题吗 师弟 下不为例 自己的眼睛若是管不好 师兄不借一本 师兄怕是没这个本事 哼 我这是受够了 那个徐年算什么东西 只不过是我一只脚将能碾死的蝼蚁 竟敢如此大胆 我也没想到 这慕容雪 竟然会有维护那个垃圾 慕容雪那个戒指 我苦苦追求他那么久 都没有给过我一个笑脸 反而对那个徐年 如此的重视 从慕容雪的局质来看 怕不是对那个垃圾动心了 我说队长 是时候让他知道知道 队长你的厉害了 我堂堂三星战者 徐年配跟我比 新人王室了 那就好好给他一个表现的机会 是某我 离风 你快点决定战术 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自然是采取强攻战术了 师弟有新人王之称 是时候让我们 见识一下实力了吧 不如 打个头阵如何 不行 徐年在我们这里修为最弱 实力不够 恐怕不适合打头阵 难道师弟新人王之称 只是须有其表吗 我看他就是害怕了 就只知道躲在女人后面 你算什么男人 林峰师兄的修为令人佩服 不如做个表率 也好振奋人心 让师弟好好学习一下 我 没错 林峰一直都很有担当 有时对着 他自然会做出表率 那你们就看好了 那你们就看好了 开放 只是一个战将界的二型魔兽 威胁不是很大 林峰师兄 你可以的 我相信你 加油 你果然 还是和当年一样 我愣着干什么 一起帮忙啊 你 我愣着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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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再跟你说 你肯定 好机会 如果能预计辟明 他们一定会震惊于我的势力 师兄 别逞强 笑 队长堂堂三星战者 笑语提醒 没本事杀魔兽 请让我好好闭嘴 找杀了这畜生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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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别上墙吧 十年 你是不是故意的 要不是你一惊一乍 惊动了魔兽 我早就能成了 弱者还真是总会给自己找借口 兵封十三戒 八戒 登军 既然一剑就贯穿了 战将金二星的魔兽 这东西身上的皮甲 不是只有三星战者以上的人 才有可能攻破吗 巧合 一定是巧合 区区一个七星战士 给魔兽挫脑都不配 要不是队长之前的那些攻击 他怎么可能杀死魔兽 师弟故意竟动魔兽害我 还故意不出手帮忙 是何局心呢 没错 本来此次任务就十分危险 还如此没有团队意识 我看 就是故意想害死我们吧 林峰 你少说两句 刚才可是徐年一剑杀死了魔兽 浅漏也能算功臣 他那么有本事 怎么不自己出去执行任务 一个七星战士 能在这片森林里活过一晚 我名字倒着鞋 能力是其次 关键内心有脏东西 对大家迟早是个祸害 林峰 明明是你自己要逞强 去击杀魔兽 你怎么能怪别人 我逞强 我那是 又是魔兽 不想自己滚开 星辰进三线的黑风暴 毫无胜算 你们口口声声说团队意识 你们倒是去帮忙啊 我们不是不想帮 是刚刚受了内伤 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星辰境三星的黑风暴 没有战将境的修为 都很难抵挡 我去了 就是白白送死 你们 老奸 下地狱吧 怪就怪你 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人 老奸 慕如雪 你疯了 慕如雪 你疯了 哈林 该难道 是丹海重青莲 对 一定不是 新百年没人修炼成功的功法 怎么可能被他一个废物 修炼成功 你没事吧 一次我可以当作你孤傲挑衅 两次我可以当你目中无人 但是一而再再而三 就是自寻死路 这小子话里有话呀 马上就要变成尸体了 一个七星战士的垃圾 还不够给黑风暴栽压缝的 你 龙十三剑 四剑 龙云 十三剑 一剑 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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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 七星战士的修为 怎么可能击退黑风暴 你这什么眼神 你想干什么 干什么 你们做了什么 自己心里应该清楚 我们不是帮你 打黑风暴吗 我们做什么了 真奇怪 没错 倒是你 这黑风暴只往你身上铺 难不成 这黑风暴就是你也来的 谁 小七 谁 还好肯上 谢谢你救了我 不用谢 应该的 过 为什么会有人放案件伤人 很可能是狩猎者 狩猎者 他们不是靠猎杀妖兽 依靠妖兽金盒赚钱的 我说师弟 你还真是天真 杀一只妖兽 只能赚一个金盒 但杀一个人类 不仅能够赚到金盒 还能负责其他保护 你觉得 他们更想杀谁呢 狩猎者本身就是 刀尖上填写的一生 有时候被买来杀人 也是常有的事情 在这妖兽森林里面 人类和妖兽比 要危险得多 这只剑的主人 实力已经达到了三星战争 而且可能 不止一个人 还真是个命大的女人呢 我说你是不是存心的 都说了那个女人留给我 要试她你换个人试她 我已给我一箭射死了 多包别骗我 秦吕 我这是为了你好啊 能进这妖兽森林的 哪个女生是省油的灯啊 我看你啊 不是死在那妖兽肚子里 是死在那女人肚皮上的吧 臭了 你厉害 还被一个区区七星战士的 垃圾小子空手接见 也不嫌丢着你 干了 试探结果出来了 对方战里不过是三星战士 我们有三个三星战士 足以拧押腿 完成任务 拿到死杀佣金 想什么女人没有 可那女人的姿色 你花钱都买不到 不去 谁敢来 这么想进的内力 刚才这小子 竟然轻描淡写结下了 不 一定是因为刚才对方 只是试探 并不输全力 小心 待在我身边 三个三星战士 怎么就盯上我们了 不要怪啊 就怪你们惹了不该惹的人 这位长得这么出水浮荣 天生就是上乘的玩物 我可舍不得这么快杀你 我劝你嘴巴放干净点 连我随手一剑 都接得如此勉强 没有脸在这里说话 只要我们想 你们所有人都会躺在地上 没有什么喘息的机会 就算你们三个都是三星战士 但想要对付我们五个 也未必是件简单的事 怎么可能呢 是因为你这个区区 七星战士的垃圾 还是这几个 不到三星战士的 伤残废物 就你这样的垃圾战队 你敢出来执行任务 我真是佩服啊 咱们遇到厉害一点的妖兽 你们怕不吃 偷招 都剩不了半块 不过死在我们手里 也好比被这些妖兽吃了好啊 起码不会浪费你们这些烂命 最后一丁点 驾吃 我说 咱们干脆 直接把这警男的给杀了 然后把这女的 留给兄弟 我好好想 对的 这种好吃应该是老大先生啊 队长 怎么办 和他们拼了 这样的情况 你们的朋友肯定都不行 许念跟鲁晨留下来断后 我跟其他人先走 这可杀了他们有什么区别 不行 这无疑是让他们去送死 你是女人 何况你跟渔风受了伤 留下来只不拨累大家 队长说的对 你们先走吧 这里交给我 你小心一点 站住 你们几个是瞧不起我们 还是怎么的 不是瞧不起你们 对付你们几个 足够了 我 凌风十三剑 第三剑 甭爆 这小子不是气象战士吧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内力 不好师弟 刚才战斗内伤 让我气息粉 恐怕 帮不了你了 想不到实力竟然如此有实力 我想 我也不在这里拖累你了 别演了 演 要不是我们 不想沾上你这蝼蚁的血 你以为 你能活到现在 跟我们叫嚣 你 你们三番五次置物于死地的仗 你该算算 请求求我吧 你们不是收敛者吗 我可以给你们很多钱 很多钱 我们本来就是来杀他的 至于你 一个废物 没有活着的资格 滚 请求求你 不要杀我 我在学院里 可以给你很多好处的 你要女人 干事战绩功法 我都可以给你 这小子有点意思 可惜啊 阎王让他三更死 谁能留他到五更 小子 你这区区七星战士的垃圾 有如此实力 你也算是可造之才了啊 给你个机会 自财吧 想让我自财 你们还不配 那我就给你个机会 死在我手里 大哥 你说啊 这小子在钢子手下 能活几招啊 无非是一招办事 三星战士和七星战士的差距 天上地下 攻凯尽 分禅十三界 尺猪 尘气 宇 largest 放 instantly 刚打 这 这怎么可能 钢子怎么会被一个 群群七星战士的废物 一招杀死 这小子血脉非得不小可 不简单 妈的 宝贝那个小妞不说 还当着咱们的面杀了钢子 七星战士的垃圾 宝贝随便一拳 就能哄得你炸子都不胜 血脉不简单就能怎样 娘子现在就杀了你 替钢子报仇 你不是很在乎那小妞吗 倒是胡让你亲眼看着 我是如何手里她的 你借我心头之根 找死 天女 说吧 是谁让你 我 是欧阳天兰 还是秦恒呢 不知道 慕容雪那边怎么样了 得赶快找到她 多谢 雪儿妹妹 别害怕了 那帮人啊 应该是追不上的 这附近啊 就是借龙洞 这可东西 只要咱们能顺利完成任务 接下来都没有什么问题的 可是 徐年怎么办 徐年和陆陈 都是好样的 要不是他们断后 恐怕咱们整个战队 都没法活着出去 不行 我要去找她 别去 对面三个三星战车 徐年她 可能已经死了 所以 为什么要让他们断后 这是 没偷到龙蛋还是怎么了 哭得梨花带雨的 徐年 徐年 你没事 没事 通过我们的努力 杀了对方两个人 只不过 陆陈师兄他 央兽三菱的任务 本身就很危险 更何况 遇到那样的对手 多亏了你们断后 我们呀 才能全身而退 还要好好感谢 徐年师弟 这就是地龙洞了 大家一定小心一点 千万别发出任何生效 快跑 这地龙的气太强了 而且刚才徐年师弟 刚到东口的时候 这地龙 就突然暴躁起来 总觉得 是冲止徐年师弟来的 我觉得 我们还是分头行动比较好 我们隐蔽的气息 也没有发出什么声息 为什么还会惹牛地龙 也许是我们来的路上 沾染上了什么 地龙讨厌的气息 还得好好感谢 徐年师弟 不如这样 慕容雪和御风仙子 我跟队长留下来 掩开地步 队长应该也不会 让我一个人留下来吧 反正徐年身上 有地龙骨的汁水 一会儿想办法 水掉它就好了 我同意 没想到路晨和那几个狩猎者 都搞不定你这个垃圾 你以为你比他们强到哪去了 全是一些卑鄙 龌龊的想法 借不得光 说的大义领人 你一个被废了丹田 给老子提鞋都不配的废物 为什么慕容雪那么在乎你 难道你就不卑鄙龌龊吗 小人之心见谁谁子 慕容雪看不上你这样的人 是什么人都不重要了 今天我就要废了你的手脚 为地龙 去取一个废物 十三剑 所谓强弱 不一定是以修为看高 但杀人者 一定人横杀之 这个 管你 江国 不 雪天 不 地龙 我不想死 救我 完了完了 这不浪费了 地龙既然含有微弱龙族血脉 龙旦肯定也是大不 怎么 这龙旦既然能增强我的血脉之力 居然修为 也达到了九星战将巅峰 距离战者只差一步之遥 三星战将 这简直羞是非生 别人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跨越的修为 竟然在片刻之间就达成了 他们不会有事吧 应该不会 地龙追人一般超过洞流太远 就会放弃了 可是 站住 小贱货 担心担心你自己吧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你几个杂碎 害得我两个兄弟惨死 今天 就要让你们偿命 走 云峰 你 你 放开我 区区一星战争 也配搁我着 怪不得铁驴那小孩 逆心要先享用你 如此一看还真是 人间有物啊 天生就应该是 在强者身下的主 说 在哪儿 不知道 不知道 许年 你快 杀了你 是吗 我好怕怕啊 那我就先尝尝 他心上人的滋味 然后再 千刀万剐了他 放开我 不要 不要 放开我 慕容许 没事吧 又是心脉受伤 恐怕牵扯到了上司的旧气 上司 你果真就是 一年前你胸口中间 我将你带到了山洞 我还以为 某些人敢做不敢当呢 所以你早就认出我了 也不知道是谁敢做不敢当 某些人呢 夺人家清白不说 还偷偷顺走了 留给儿媳的玉佩 是你自己调的 我只是帮你保管 再说 本小姐 也不会白拿你的玉佩 你的意思是 哎呀 徐年 你还真是奸淫脚诈呀 欧阳天兰 果然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 本想着雇佣的这帮狩猎者 足以处理掉你这个垃圾 没想到那帮废物这么不中用 反倒还栽在你这五狗手里 指望这些三孝九流 看来欧阳家二公子 也没什么势力 也够狂吠 本想着做掉你之后 来一出英雄救美 报得美人归 没想到三番五次 坏在你小子手里 雇佣这帮废物的钱 是应该省下来 给你买点上路的黄尺 二星阵徒 地级天赋又能如何 本天才的天赋 加上家族的资源 就连速度不知道 是你这种乡下 徒乳的几十倍 今天 三星阵徒 三星阵徒 他不可能 当日这只 没机会报了 去封十三界 封决 星阵 这 这个老者 竟然有一心占宗的实力 不论你用什么 邪魔外道提升的修为 但结果永远都是一样 七长老 一心占宗的修为 杀你 弹指给你 欧阳天兰 你难道又灭杀同门吗 同门 呸 这样的杂碎 他也呸 七长老 我要把他大卸八块 丢到林子里 喂妖兽 年轻人 你天赋不错 可是 你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招惹到我们欧阳家 现在 你不但当松了自己的前途 还要丢掉自己的小命 欧阳天兰横行霸道 难道就任其羞辱打压吗 要怪 就怪你生不逢时 没有家族和背景 嗯 嗯 许年 杀了他 不能死 神窝血脉 神窝血脉就是再厉害的血脉 变化呢 超越三的大天天吧 啊 切中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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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杀我 你 啊 啊 啊 说什么 也不该死了 我说行吗 谁是若者 谁 我是野狗 啊 我是若者 我是野狗 欧阳家的资源我的创始组组织 以后以后给你当牛做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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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招攻断了我的心脉 那一招我必死无疑 是否灭如草剑的人 是他人如猪口 情之不杀你 去年枉为人 不过有一天 我和你的看法行动 畜生 就应该下地狱 哦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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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是你 血脉直立空就不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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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那个影响你修行的丫头 美诗就替你铲除了 等一下 师父 别杀她 美诗才离开多久 就和别的女人私婚 我们是出了执行任务 算了算了不重要 我们去大理 为师看你的修为增进的不少 可以再来一次双修了 师父 我心思状态真的不是很合适 那丫头可没有你这样的血脉 也没有千百灵药锻造的体质 如今心脉寸断 就算是封住了气血 也活不了多久了 那怎么办 师父你快救救她 我跟她飞仙飞过 为什么要救她 不过 想让我救她也行 只不过 为师的功力遇到了平静 倘若更上一层楼的话 只要能帮她师父 徒儿应当谨心尽力 这才是我的好徒弟 那我冒犯了 没想到啊 毕竟数载 为师战神境界的桎梏已经彻底松动 只差一线 就可以突破诸侯境界 师父 怎么 舍不得为师啊 你是不是应该救救她 果然天下男人都一样 提了裤子就忘了情意 不过 为师觉得你今天的表现很不错 那丫头我先带回去 等就好了 自然会给你送回来 你好好修炼 为师很期待下次见到她 谁 姑娘 那个 我 我听我解释 你找死 不是我说 这池子是天然的 谁都可以泡 为什么我进来就是找死 你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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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衣服换坏了可就没有了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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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年 谁是许年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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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腿怎么了 ,你 我这不关心你嘛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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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许年 你谁啊 许年 我弟弟欧阳天兰去哪了 你弟弟丢了 你问我干嘛 你见过吗 没有啊 在哪儿丢的呀 一定是你 杀了我弟弟欧阳天兰 今天我就杀了你 你弟弟呛命 欧阳成功 学院内禁止动用武器 私下斗戏 老叔人命 你一定会受到严惩的 陈伍爷 你一个自小就无缝 你孤儿 自成不倒 人家兄弟手足情深 共济 学年这个废 不审威力的神乱 怎么可能杀得了 欧阳天兰和七长了 你 学汉 你哪只眼睛 看见我杀了欧阳天兰 还有 欧阳成功 这里可是清临学院 你要是敢动我的话 执法者可以随时变了 我可以让你多活几日 三日之后 我们约战生死擂台战 怎么样 只要双方自愿 是生是死 均由对方做主 这样 也就不算坏了学院的规矩 许年 你敢应战吗 文哥 欧阳成风家世不俗 岂又是族中第一天才 地级血脉不说 修为也已经达到了九星战者 九星战者 很强吗 你一个三星战者和九星战者对战 你拿什么打 只需三招 就可杀你 三招就杀了我 我好害怕 但我为什么要跟他打 对啊 为什么 谁告诉你 我只是三星战 不可能 许年在撒谎 你怕了吗 许年 你不会是一个只知道 躲在别人身后的蝼蚁吧 还是说 你骨子里流的剑壁的血脉 让你害怕了 没错 他就是个低级 三日后 你我 不死不休 快看 欧阳成风来了 不愧是九星战者 还光气势 就不是那些山猫野猪能比的 是啊 怎么不见许年啊 该不会是 吓得不敢来了吧 欧阳兄 我那儿子 从小就惹事生非 今天竟然不知死活 在这擂台上 牵下了生死状 欧阳公子 你就不用手下留情啊 打死我儿子 我没有半点蕴言 就当 替你秦家清理门户了 秦兄 你的儿子 他还是爸 他倒是挺珍惜生命的 哎呀 这个杂种 好不容易把那条狗命 抢回来了 其命也是正常的 抱歉啊各位 不好意思来晚了 刚上了他茅厕 这件给耽误 我还以为你怕了 有些人赶着来送死 我当然要来了 九星战斗 不好意思啊 我也是 我只是求人够嫁的 丧下之权 能有如此修为 算是难得了 与我而言 不过是手上 过了一条狗命罢了 不愧是欧阳家的天赞 比起普通人 内心和凌厉更为扎实 看来这个顿手有点意思 怎么 陈远长是有所担心 断送了那地级血脉的小子 远长 这自古一来 擂台上前了生死状 那生死就各安天命 我这当爹的 都没什么怨言 远长 你就不用过多的担心了 地下算是是的 这次 便让你死在我们的枪架 远长 天哪 上品全级战绩 子龙枪决 我竟然有幸亲眼看到 欧阳家的绝学 那徐年岂不是必死无疑了 这一击 就算是战将节的强者 也未必能轻松接下 温十三进 一击剑法 这不是他倒笑吗 这一击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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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把这儿欧阳成风 欧阳家第一天才 就这样陨落了 小子 你找死 实力就在秦远山之上 占宗几票 欧阳家主这是可以 张死擂台本来就是以性命相赌 你输不起 还要在清临学院内 臭臭伤人不成 我清临学院 虽不算顶尖 但若想坏了学院的规矩 我们也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小子 杀了我两个儿子 今天倘若不杀死他 满击我心头之海 就算你欧阳家实力雄厚 若你肯乱杀无辜学生 我清临学院的长老们 也会和你 战斗到底 这一屋本就是尝试 放弃生死为财 是欧阳成风起起来的 这个欧阳家 不是说不起吗 对呀 堂堂家族 这心胸这么狭隘 袁山 这就是你 调教出来的好儿子 好 从今天起 不管什么时候 只要遇见你们秦家之人 我就全部杀光 直至你们秦家命亡 到时候 我看谁还敢拦我 啊 吴英雄 我秦家一定给你 一个满意的交代 袁长 这是我秦家的家事 你们清临学院 无权干涉 你 秦斤 你个畜生 你知道你给我秦家 折了多大的麻烦吗 我现在命令你 马上自为谢罪 秦远山 你杀我母亲 还将我废掉 如今却为了别人的儿子 逼我自为谢罪 你堂堂秦家家主 扎其面子 行事如此恶毒 枉为人父 枉为秦家家主 请我闭嘴 小杂种 只需要永远流淌着我 秦远山的血 自古 使不天道难容 你既然杀不了我 就永远摆脱不了 是我儿子的身份 至于你娘那个贱人 她至时至终 只是我床上的 一个玩物而已 而你 是罗夫 把善心留下的一个种 这个贱种 你今天是时候 把命还给老婆了 秦远山 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 打赌 儿子永远赌不过老子 你将赌什么 赌 你 我接你十招 如果我要是输了 我甘愿自我谢罪 倘若我要是赢了 我就与你断绝父子关系 你再无权干涉于我 真是一个不知死活的东西啊 想的还真是天真啊 老子今天就答应你这个赌约 这春天疯了吗 他九星战者的实力 虽然在同辈中遥遥领先 但秦家主可是一跃进三星啊 这不是以卵几十吗 就是啊 俊宁 你可别冲动我 多谢远长 我一意决 秦家主 不知道 逆子 看你今日怎么收场 我看你 我看你 他 他 他这儿没倒下 他 就是啊 秦家主 李一财 不如此 你还是有几分晕情 你二招 老夫就不守下留情了 这下 是把他最起研究 只能尝试 强行吸收 替你师父留下的牢力 突破境界 你等了 你 你 这次 人哥这是要突破吗 装模作样 难不成 你还能不错到什么地步 不成 怎么这样 第二个 你不过如此 好 那你就看好吧 换你攻击的内戚 我才能没有灵气的吸收 虽然冰性显得了 但是我 你只能背水一战 第三个 第四个 第六个 第八个 第九个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有人做到 片刻之间 就突破一个大境界啊 这小子 这还是人吗 这臭小子 在哪里的邪门外道 今天老夫就是拼了性命 要叫你走势心情 跟你那个贱娘 所办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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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辈 去吧 可彼就这么死了 你还欠我一个交代呢 年格威武 人公记下十照 来振飞了秦家家主 坚然 难道你要缠合我秦家的事吗 徐年的事情也是我的事情 能长老布置 这徐年杀死了我的儿子 既然上了生死擂台 就要按规矩办事 徐年 你的事情 自己处理 月山 十朝已过 我与你再无关系 可徐年今日以性命起事 立别秦家 保杀我们之船 你 从今日起 徐年便是我冷燕燃的土地 你们谁要是赶在找他麻烦 自己 好好掂量掂量 徐年 今天算你走运 但杀我儿子是 我欧阳家 绝不会善罢甘休 欧阳兄 以此 请当仇阳天 说我杀你吧 欧阳兄 年哥等会儿 见过冷张了 我跟年哥是穿一条裤子的好兄弟 我叫陈乌迪 这可是千金难求的上品上药 年哥 赶紧吃了疗伤 伤好了 赶紧修炼 我冷燕燃的土地 可不是那么好当 你说这冷张老 怎么收你为徒了 别拼了 力道不够 角度也不对 如何一击必念 看着 那女师傅深深的味道也太香了 看什么呢 学会了吗 懂了懂了 多谢师傅指点 不过 你为什么要帮我 还这么高调收我为徒 你该不会是 舍不得我吗 收你为徒 当然不是饶你一命的意思 而是在杀你之前 让你再发挥一些 最后的作用 别啊师傅 我真不是故意偷看你练功的 师傅的心意呢 我懂了 像师傅这样的高手呢 一般都是高深莫测 你就是舍不得杀我 出言不训 师傅 别打了别打了 疼死我了 别装了 你现在已经是 战将境界了 这点皮外伤 呼吸之间就能好 赶紧起来修炼 师傅拉我一把 我起不来了 好啊 那为师 就拉你一把 师傅 我现在已经准备入定了 你还有事吗 你要是没事的话 就赶紧走吧 我要开始修炼了 徐年 你的实力 在同辈中算是顶尖 但别的学院 未尝没有天才选手 我打算带你参加 今年的十愿大笔 高手云集的试炼 对你的修炼 也是有帮助的 十愿大笔 本来我大徒弟 你大师姐慕容雪 也该参加的 可是他最近传来信件说 正在闭关修炼 真是奇怪 慕容雪是我师姐 怎么 你们很熟吗 没有 我们 就是一块执行过任务 对了 他那时候受伤了 所以才闭关修炼的吧 不过既然是十愿大笔 那秦天所在的天恒学院 岂不是也会来参加 嗯 那刚好去会会天恒学院 顺便向秦远山收点利息 这徐年就算是天赋异兵了 也不该摆这么大谱吧 让咱们大家等他一个人 别什么 年哥闭关修炼 不就是为了给咱学院争光 这短短几天 聊上时间都不够 能修理到哪儿去 真是这个人都做怪 有难 星辰七星境界 还不错 还是师父教得好 吸收了之前白天 还师父留下的内景和灵气 竟然能提升如此之多的修为 怪不得他占踪镜的壁垒 都会因双修突破 不愧是我年哥 这升级跟闹着玩似的 不像某些人 只会打嘴炮 好了好了 还没笔呢 就起内空子 想什么样子 人起来就出发 天哥 这次诗人大笔 冠军一定非我们天肯学院莫属 大家说是不是 是 天哥作为年轻一位第一天才 肯定会力压重天才 夺得桂冠 被秦家赶出门的废物 还敢出现在我面前 吴弟兄 这十愿大笔 什么时候准野狗进来了 就是 这叫起来 嘴真臭 空气都给污染了 二弟 虽说有阵子不见 但你的光辉世界 还真是如雷贯耳 今日一见 确实更会找死的 你们废物的时候 怎么不念兄弟受错 现在开口闭口 倒是称兄道弟起来 你配吗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你忤逆父亲 私自修炼是错 后又报复兄长 费心双腿是错 在学院中 和父亲断绝父子关系 更是错上加错 在你们眼中 秦家做什么都是对的 无论小弟心里有 再大的委屈 所作所为 已经是不为天道所成的 大逆不道之举 这次大笔 我做兄长的 只能替父亲清理 顾 送你这不孝子上戏天 顺便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叫真正的天才 什么叫资格 资格 我今天就让秦远山 好好看看 他最骄傲的大儿子 是怎么败在我手上的 天哥 你的小弟 脑袋是不是被门里瞎坏了 竟敢如此口出狂言 是啊 孝子 天哥如今已经是 星辰静八姓的高手 你一条土狗 能接得住他一招吗 无妨 就让我这小弟过过嘴瘾了 拜着他的日子也不多了 不过 你们大赛上遇见他 再让无妨 新年 最好祈祷不要遇到我 我可是 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各位 就等了 通口不尽的强证 我是天狠学院 周西长老 宋恒 本次 十院大礼 由我主持 以擂台赛 淘汰制 单人守累 一人挑战 也可 多人挑战 多人挑战 长老 是可以混战的意思吗 没错 擂台之上 只论输赢 不可杀人 可以混战 这也太刺激了吧 杀回救护 你还要自己帮助 宣布 十院大敌 正式开始 现在都知道 你吴迪哥的厉害了吧 天狠学院 很了不起吗 非得在你 吴迪哥面前装逼 蠢蠢找奏 没想到 陈吴迪 竟然有这样的势力 看样子 是我一直小教他了 天狠学院 作为第一层次的学府 弟子两三招 就被人淘汰了 未免有些太垃圾了吧 陈吴迪 许年的朋友 果然跟他一样 会找死 一个死胖子 还敢跟我 天狠学院为敌 我惹你了吗 天狠 我上去宰了他 不用 我亲自去 杨老 我申请率先上场 好 下一行 天狠学院秦天 女臣无敌 老鹏 按照比赛规则 秦天还没有到 上场的时候吧 我想这样就这样 没提清楚规则吗 这里 可以 战 怎么 你不敢跟我打吗 你都这么有自信了 我吴迪哥要是再不接受 会免显得有些带祸呢 秦天这是要给自己的势必报仇啊 秦临学院 陈无敌 对战 天狠学院秦天 开始 没想到没想到没等我年哥上场 我就先遇到了你这恶毒的大哥 不用着急 今天你跟他会有一样的结局 清晨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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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不是他的对手啊 等一下我 今天这事非了之无敌吗 这也许就是公然挑衅天狠学院的下场 被你跟随许年 我一辈子去吧 小弟 这可是大笔的擂台 干扰比赛的后果你可知道 那我也不能看他杀了我兄弟 侮辱清理学院吧 不 这 天年 半路出来恶意捣乱比赛 你可知罪 宋长老 我们学院的陈无敌 刚才明明要认输了 今天分明是下死手 难道 这不是不公吗 这不是破坏吗 没有看到今天有恶意杀人 更何况大笔擂台 该看的只是胜败跟结果 陈无敌既不如人 实属活该啊 好一个只看胜败和结果 那其他学院呢 也这么认为吗 擂台就是凡胜负的地方 点到为止倒是理所应当 不过 宋长老说的也没有错 就是 既不如人就应该闭嘴 我天歌就是厉害 有本事 你让陈无敌站起来接着打呀 小弟 我本以为你死里偷生 会有点儿去 没想到你还是太天真 这个世界 强者为尊 胜负为王 好一个强者为尊 胜负为王 先下去 既然你们都觉得只看胜败和结果 又觉得我徐年干扰了比赛规则 那今天 我徐年就向剩下的九大学院所有天才发起挑战 我徐年金铁就来当这个王 说你啥你还真是蠢啊 同志挑战九大学院天才 就凭你一个自领共生的废物 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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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南海中青莲 这功法不是据说千百年来无人可恋成的残骗吗 他怎么会 我不信 你怎么可能是星辰镜九星巅峰 这还多亏了你 要不是你们秦家的逼迫 我也不会有五星神救 那是怕我是忘了 九院天才无一不是星辰镜强者 敢偿光地挑战所有天才 就算你是星辰镜九星的巅峰 也抵挡不住 就是七年 你一个低贱血统的狗东西 还敢瞧不起我们 血统 这两个字从你们嘴里说出来 还真是暗脏 我今天倒要看看 你们的血到底高贵在哪里 作病若天定 那我便破了之天 你个低贱血统的狗东西 既然你想找死 那我便成全你 和我的妖女 助手虐 当陈 凌风十三剑 人呢 小心 陈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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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瑶可是星辰禁忌的高手 又是天恒学院第一女弟子 再怎么不济 也不应该被一张地际剑法秒杀呀 徐年 你当中杀人心狠手辣 绝不能放过他 双臂的老东西 天恒学院杀人你就不管 清零学院 反抗就是心狠手辣了 你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 擂台大 你若是敢干预 我便亲自废你 你 徐年 我要杀了你 想死 随时奉陪 劝 点进掌 听极下听 内力和电气汇聚于掌心 威力 可崩山裂地 看来这小子 还真是逐渐惹毛了人 难道我们就不阻止徐年吗 徐年实力 虽然我们有梦共同 但是对面可是天恒学院的天才弟子 我的徒弟 一定是超越那些天才的天才 天哥 我们共一辈之力 天后夹击 去年 是必不可避啊 要是挨着这么一下 那次急伤啊 去死吧 王子 是 没面子 不为正绩 当真 这就是九大学院的领备天才 不堪一进 我是越来越佩服徐年这小子了 可不是吗 现在三个星辰镜天才同时出手 这是用命换来的帅 牛逼 徐年 这就是你的实力吗 你给我看好了 白天韩师傅说过 燃烧我的血泪 可以激发神魔之力 今天就算同归于尽 也要杀死秦天 吵 不要汗九天 南海中青莲 不 我不能怪 那这是在人脉 短时间内 强行架速内力的流动 来提升修为 但是 烧有不适 便会静脉进断 容易废人 这样下去你会死的 徐年 出手 我能全战 去死 没有亲情手足 但也是你意味全尸和强弱 这是强者吗 这是丧心病狂 不 你不能杀我 你是亲家的天才 你是亲家学院的天才 我才是最强的 十三剑 第十二剑 你先跑下 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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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 你们还有这么一段姻缘啊 祖弟 说什么呢 师父 我和他 没什么 宁哥 宁哥醒了 你们什么都在 慢点宁哥 你都睡了两天了 再不醒 我们就要给你下葬了 对了 这是十愿大笔的第一名的奖励 手环中 有一位曾经飞升强者残魂 你有莫大的机缘 据说这位姓陈的大能 兴许和我祖伤还有什么关系呢 你是不是伤好了 又开始嘴瓶 千百年了 没想到老夫 竟然还能遇到 神魔血脉的传承者 可惜 无道不同于神魔之道 没关系 如果前辈不方便传承给我的话 我也不会强求的 年哥 这可是大能的传承啊 就这么放弃了 不过 你周深 我倒是感觉到了 我陈家后人的血脉 也许你可让其传承过的法谱 之后 也可为你所用 看我干什么 我 那样大的传承 就给了陈武帝 你可真够大法 陈武帝帮过我 而且我本身血脉 和前辈并不相容 就算把血脉给了陈武帝 他也能帮我 何乐而不为呢 你母亲如今看到你的成就 一定会为你自豪的 是是好 把该逃的逃回来了 这是什么人 若竟然有如此强烈的力量 管他什么人 敢来周的秦家 都是死路一条 这不是被秦家百般羞辱 逐出家门的亲 不 徐年吗 原来是他呀 昔日弃子 如今已成为清零学院天才 没想到如今风雨轮流转 这秦家怕是 何人如此大胆 敢来秦府闹事 我是徐年 今日来给秦家送份大事 瞧我这迹象 你已经被秦家除名了 你连秦家的一条 看门狗都不如 你不配姓秦 别以为在清零学院得了点施舍 就敢在秦家叫板 告诉你 你不过是修炼的速度快了一些吧 我可是九星战主 我劝你现在乖乖跪下 我还能留你一命 欺人太甚 这从哪儿 骗来的一个人傻兄大的女兄啊 妹妹 你跟着这么只丧家犬 没有什么前途 要不跟哥哥我 双胸如何 今日 当我这死 秦远山 我来给你送份大礼 何必畏畏缩缩 叫这些储备与我对战 难道你也认为 连他们都不如吗 去年的实力怎么这么强 聂处 还敢回来 我不仅敢回来 还给你带了一份大礼 聂处 你杀了秦天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你送上门来寻死 恐怕今日死的 不一定是 你一定不想苟活于人世 想下去找你那个卑贱的娘了吧 你想盘腹强者 走向坦途没错 不过你光长了一个美人的胚子 长了一时的贱苦 还不如他那个卑贱的娘 什么臭与烂下 都把他当成了金孙之宝 臭与烂下 你是在说你自己 还是在说这个秦家 你好一个伶牙俐齿的风家 等我解决秦年 将你送去秦家的下人营 把你当一个伺候下人的娼妓 一帮美以求的 这 没想到 已经达到了行辰经九星巅峰 即便如此 应该也不能轻而易 起着伤害到一切经的我 原来秦家家主一直都是金玉其外 败絮其中 做个选择吧 你什么意思 是杀了你 还是 小汉 就你纸上赶着求我爹认可你个杂种 知道什么叫金玉正宏吗 自小我爹什么都给我们最好的 是你娘当牛做马 一辈子都得不到的 本来 连我迅速的破烂货 都不配碰 就像我当年给你的销量秘籍 也不是我便宜我哥 感谢上班的秘籍的企重金 住口 你不要说了 你永远都不会变到我爹的恩仇 你这一辈子都不会体验到 你就是抽水高临心 恶爬心的老主 不 连死我还这么多的废话 生死面前 死成复命 当然是要选择我自己啊 我可是秦家家主 是这世界上放毛铃脚的人物 任何东西 在我眼里 视为草剑 我都可以 气质 你果然 恶性难义 这秦家家主之为 你 你说什么 今日 我就替我娘 杀了你 我 你 怎么会有如此深厚的灵力 你自私自利 你配为秦家家主 放肆 请神 放 我的灵力呢 这怎么消散了 不可能啊 这不可能啊 我是秦家家主 我怎么能 怎么能没有灵力呢 我是天之教子啊 我是阴远镜的九姓强者 我怎么可能没有灵力 我的灵力呢 都是 都是你娘那个前臂害了我 剩下的这个杂种 老祖 老祖 杀了他 秦年 你是秦家之人 为何要斩尽杀绝 他 毕竟是你的父亲 我不是秦年 秦年早就死在那个雨夜 秦时 我是替母报仇 取仇人首级的 徐年 看来 你是不会轻易地 战罢甘休 杀母之仇 神大伤心 不当杀伯 纵使你是秦家老祖 倘若今日护着秦年身的话 我一定会 赶紧杀绝 不愧是老祖 既然已经达到了战宗敬九星 不过今日 谁也别想护着秦年身 小小年轻 竟有如此修为 我输了 都怪我走了眼 选错了人 秦家才会 落寞至此 要杀要广 齐听尊便 当日秦远山要杀我 是你留了我的名 你对我有救命之人 我不杀你 秦远山 我倒是也可以留他一名 秦远山 我要你 生不如死 秦远山 这是什么地方 好看的 好好看看 这是谁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要能不能救你这 要 让他呆在这 我要你时时刻刻地 记住自己的恶行 生生世世 向我娘忏悔 遭世人唾弃 而我娘 会在这亲眼看着你 跌下神叹 一朝万年 出来吧 这就是害得你们家破人亡的秦远山 如今他已经不是秦家家主 大家大可以有仇的报仇 有冤的报冤 杀了这个老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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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你不要了 白妹妹 你身体和修为恢复的都不错 这下终于能放心了 而那个双胸 还是适量了 三位祖宗 菜来了 这个是冷师傅的 番茄炒蛋 这是雪儿师姐的 青炒小菜 哦对了 还有白师傅的 青椒炒肉 马上来 于年 你什么意思啊 我的菜最后上了 你对我有意见吗 我哪敢啊 我就这么两只手 一次只能端脸盘 徐年 白姐姐先吃块糕点 不跟这个臭男人之气 还是我的雪儿妹妹惦记我 今晚就发徐年去你房间 端茶倒水 拈腰捶腿怎么样 哎呀 雪儿害羞了 你想什么呢 那也可以 我才不要他 我今天晚上还要和师傅 探讨修炼的事情 没有功夫大力 我也不要 谁让他最后给我上菜 今晚就罚他 独守空房 要打也打不过 要地位也没地位 我过的这是什么 什么 神仙日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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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